男人每天都要弯着腰上班 虽然很累也没有工资 但他从来不抱怨 之所以要弯着腰 是因为公司只有半层 位于七楼和八楼中间 所以这家公司也叫七楼半 可奇怪的是 他所在的这家公司不发薪水 每天也会有上万的求职者前来应聘 这全都是因为公司里有一个神秘的地道 听说只要能爬进地道 就算死这辈子也值了 这是马克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可当他走进电梯时 发现根本没有七楼半的按钮 只见公司的黑妹拿起旁边的铁棍 就在电梯从七楼往八楼上升时 他赶紧按下警报器 电梯强行停止 接着将铁棍伸进门缝用力一撬 电梯门便打开 这样就到达了七楼半 马克很不解 为什么这里只见半层 于是老板给他播放了公司的纪录片 在30年前 这所大厦的老板 娶了一位诸如症患者 因为妻子身材矮小 经常被人嘲笑 为了不让别人嘲笑妻子 所以老板专门建造了只有半层的公司 这就是七层半的由来 马克来到办公室开始工作 可就在他整理档案时 一份文件不小心掉到了柜子后面 马克只好将柜子移开 没想到 他却意外发现了这家公司的秘密 柜子后面竟然有一扇木门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马克推开木门 里面竟是一条隧道 这让他更加好奇 隧道的尽头是哪里 于是 马克便爬了进去 准备一探究竟 可还没爬多远 身后的门却突然关闭 一阵诡异的怪风将他吸了进去 下一秒 马克的眼前出现了一份报纸 没过一会儿 他便开始照起了镜子 而此时 面前的这个人 正是当红的明星老六 原来他进入了老六的身体 同时 他还能感受到 老六身体的一切状态 没过多久 马克又被隧道吸了回去 不过他没有回到公司 而是掉在了马路边 这种美妙的感觉 让他异常兴奋 他赶紧回到公司 将这件事告诉了同事 可同事根本不相信 他说的话 为了证明给同事看 马克决定再钻一次隧道 可他没想到 这一次便是他噩梦的开始